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能长高者,所以时刻关注着孩子的身体发育状况,其实孩子长身高一般有三个黄金期,这三个黄金期是孩子身高发育的关键时期,家长只要把握好了,就能有效促进孩子长身高。 所以说孩子长高的三个黄金期,一旦错过无法弥补,看看你家孩子处于哪一段。孩子一生中有三个长高黄金期,别一而再,再而三地错过了。 一,基础阶段,学龄前期害怕疾病影响。孩子长高的第一个黄金期是在学龄前期,也就是孩子二到六岁期间。 这一阶段是孩子长高的基础阶段,孩子在这一年龄段,股头嫩骨疼僧身非常活跃,生长旋律非常大。 不过,这时家长应该及早地排除,影响孩子长身高的一些先天性的疾病,比如说遗传代谢病,染色体异常等问题。 只要排除孩子,身子没有健康问题,那么平时保证营养胜入充足,运动量达标,孩子长高就不是问题。 二,储备阶段,学龄前期储备营养要适度,在孩子七到十岁左右时,是孩子长身高的储备阶段。 这时家长应该都给孩子补充营养,补充长身高所需的营养元素,但也要注意不要,造成孩子营养过剩,造成孩子出现儿童肥胖,性早熟,进而就会影响孩子长身高。 一般来说,孩子在这个年龄段,每年增长的高度大约在5到7厘米就属于正常。 三,冲刺阶段,青春期抓住正高的尾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